多倫多地區僑務委員蔣德成 1971年在台灣服完兵役後 就到加拿大與移民的家人們團聚 並在安大略省落地生根 蔣德成表示80年代前往多倫多求學的 台灣留學生非常多 不管是繁雜的入學手續 或是各項生活安置與所需 都有賴當地僑借人士與留學生服務中心 熱心提供協助 由於受到許多幫助 令當時人生地不熟的蔣德成 相當感動與感恩 因此在僑社前輩的教導與感召下 他很快就投入服務僑借的行列 並從留學生服務中心做起 希望能貢獻一己之力回饋僑胞 僑務委員在僑居地的 其實責任是很重大 我們要盡量幫我們的國家推動 我們的國家的政策 我們也要在僑基地 為當地的僑民做一些服務 所以說等於是政府和僑民的一個僑梁 我們這邊很多僑民 住久了以後回台灣的時候 對兩國之間的這些規矩這些東西 有時候都需要幫忙 加拿大他們來了以後 英文程度有時候還是不太好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有人來幫他們辦這種 可能說移民的手續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方面的服務可能我們需要加強一點 擔任僑務委員六年多的蔣德成觀察到 隨著時代的變遷 多倫多現在的僑民結構與當年求學時 以留學生為主的環境大不相同 過去多倫多僑團組成較為單純 大家都有團結的共識 一起舉辦服務僑胞的活動 但後期僑胞人數逐漸增加 背景不同 也讓僑界複雜了起來 多倫多的僑社是一個很複雜的僑社 我們有不同的黨派的僑社 我們有不同的族群的 有的是老僑 或者是新僑 多倫多僑社一般來講 我們還算蠻團結的 就是中華會館為主 在我們這邊 老僑社中華會館為主 所有的活動都有中華會館來領頭這些東西 一個大僑社總會有一點小問題在裡面 有時候會有兩個國慶集聯會 有兩個教會 有兩個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好像沒有 好像對我來講沒有以前 二十年以前我們剛出來搞活動的時候 那麼熱鬧 在海外一住四十多年 蔣德成對於僑社的團結和諧 格外關注也感觸良多 因為僑界成員越來越多元 現在要辦活動必須投入更多心力 也需要有更多誘因 加強僑民們的向心力 民國一百年的國慶大會 是近年來僑胞們最熱烈響應的活動 讓蔣德成非常感動 在六年裡面我們很榮幸 有一次是我們中華民國一百年第一國慶 OK 一百年國慶 我們這邊有很多活動 有五六個活動 在一個月裡面全部要完成 夏威夷的太陽山 我們去拉聖火 OK 那時候也是一個很動人的一個場合 就說相信國父一百年以前建立中華民國的辛苦 還有這些事情大家都 我們獨立師都慢慢都研究 一百年了 能夠到一邊去 把一個生活回來 當然還滿愉快的 回來以後我們社會再多很多也做過遊行 我覺得這是我很幸運能夠碰到一百年 身為僑務委員 蔣德成努力扮演政府和僑民之間的僑倆角色 他也積極鼓勵家國人士及僑民赴臺旅遊 並且推動臺家簽署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等等 從當年的留學生到擔任僑務委員 蔣德成期盼僑民們能夠同心協力 共同在僑居地打造美好未來